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车一族也是越来越多 可是有车并不代表了解车 汽车上一些不为人之设计的冷知识 你知道吗 一起来看看 刹车踏板比油门踏板高 不知道各位车友们有没有发现 车里的刹车踏板比起油门踏板要稍高一些 虽然只有两公分 但是为什么在这两公分存下来 还是让很多朋友不解 其实这是设计师故意设计的 因为驾驶员有时候在紧急情况下 会因为慌乱分不清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 而刹车踏板稍高一点 会让它的存在感很强 这样也就能防止司机朋友们雾彩 流线型车身 现在的车子在设计上越来越偏向流线型的车身 这都是为了减小风阻 风阻越小越省流 所以现在的车型 渐渐的在设计上都有这个趋势了 灯光提醒 不管你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或者车辆飞驰的高速上 用车灯来提醒周围车辆都比按喇叭的效果好 因为人们对光线的感知比声音要灵敏很多 汽车尾部数字 很多人可能发现 有的汽车车尾有几个和型号无关的数字 那些数字是干嘛的呢 其实不同的数字分别对应着不同型号的发动机 下次再看到可不要感到诧异了 这几个汽车冷门知识你了解吗 你还知道什么冷门知识呢 欢迎留言讨论